昨天他才能挖死度,所以是都剛送出去了 結果TGP都還呈現得到,很長大一點點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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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師的專業很重要 但當生病時,其實病人最需要的 只是溫暖的關懷與慰問 只有重新出發 把病人與家屬當成一家人的醫師 才能無時無刻掛念著病人 小燕醫師是我接觸過這麼多的醫師之中 難得會自己在休假的時候回到醫院關心 還有照護病患的醫師 記憶最深刻的是,他特地在放假的時間 然後還很擔心小朋友的病情 所以特地回到醫院,然後親自幫小朋友擠農 前陣子有一些小朋友因為傷口有一些細菌感染 所造成的蜂窩性組織炎 家屬會比較難做一些清理跟整那個照護上 所以有時候就是放假的時間 或者是額外的工作時間 就會回到醫院來幫他們做照護這樣 雖然楊醫師還沒有成為主治醫師 但是他所投注的熱情與愛心 實踐了人心人術的意義 當他在嬰兒室值班時 看到嬰兒啼哭 總是會抱解孩子來安撫情緒 雖然只是一點點細微的小動作 但是卻讓旁人感受到他對病同真心的付出與不捨 楊上妍醫師遇到比較特別的病例時 也會多查閱中外文獻 提供相關的意見給主治醫師做參考 希望為病人多做點事 讓他們少受點病痛的苦 正確的病況處置、安慰、鼓勵 讓家長安心 這些事情都是行醫者所要做的課題 楊上妍醫師不僅做好這些事情 甚至做得更多更好 讓病患家屬感動 出院後也都會再回醫院感謝他 與他朝夕相處的醫護人員 也感受到他真誠的付出 認可他的確是一名醫療新職人 對病患的解釋都很清楚 然後對小孩 就是有時候可能去病房 查訪的時候也會鬥小孩笑這樣子 看楊醫師平常對病患的關懷與噗出 真的心裡會非常的感動 在住院這段期間呢 楊醫師對小朋友照顧得真的很用心 然後讓我覺得非常的放心 非常的安心 因為我們對醫學比較不懂 他都非常有耐心的跟我解釋各種的名詞 讓我覺得對這個情況小孩子的狀況 就很放心可以交給他們這樣 小朋友入院後 因為身體上造成的病痛 所以都會滿痛苦的 那我們的醫護人員以及主治醫師 都會給予他良好的照護 那再加上感謝一些家長的配合 我們醫病之間才能公同來照顧小朋友的身體 讓小朋友能夠開開心心快快樂樂的出院 楊醫師謝謝你 楊醫師謝謝你 楊醫師! 楊 VMware勇敢 楊紅老師 楊老師 楊美 ajust